无论是在操控性或者是性能 乃至于配备的丰富度 空间 车身刚性 安全性等等各项的表现 我认为都是同一车里面的一个指标车款 各位小七车观念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为大家试驾的是Ford Focus ST-Line LOMO赛道特化版 我们都知道Ford Focus车系在2019年的年初上市以来 它旋即以很好的性能和量力的外观 以及齐全的配备 获得了市场的认同 成为了目前台湾汽车市场 销售上最成功的五门运动化先辈车 那当然我们小七车观点也在 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购入了ST-Line的车型 来做长衣测试 所以我们对这台车的无论是性能操控 以及日常使用的方便性能我们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ST-Line的成功也连带着带动Ford Focus成为目前国产 中型房车市场一台销售量非常高的车型 那延续的这一股成功的气势 福特六合也在12月的时候正式对媒体 介绍了ST这一台Focus的性能旗舰 当然在ST车型正式交车之前 福特六合也推出了一款 就是我们今天试驾这一款 LOMO赛道特化版 这一款源自于ST-Line的车型 会在原有的ST-Line 和ST中间提供消费者更多的一层选择 ST-Line LOMO赛道特化版 它承袭了ST类似的底盘结构 和很多特调的特性 那至于这一款车表现如何 我们等一下一一来为各位介绍 LOMO赛道特化版 与一般的ST-Line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它也有很多承袭ST的地方 那主要它会强化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底盘的架构和ST车型 几乎是一样的 源自于ST车型 那在刹车动能方面也有做提升 那当然在外观上面 也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那我们接着来看 细部到底差异在哪里 那首先在刹车的提升方面 LOMO赛道特化版 它的前叠提升到了 308mm的一个叠盘的宽度 那后面是采用302叠盘的宽度 那整个后面的刹车系统 跟ST是一样的 相较于ST-Line的话 前刹车跌盘的这个大小 也有进一步的提升 刹车卡钳方面 前后都采用红色的刹车卡钳 那另外也承袭了ST的 米其林的Pilot Sport跑胎的设定 但规格上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一个针对赛道 做的特别的设定 与一般的Focus版本来相较的话 它和ST-Line一样都是降低了 一公分的悬吊的高度 动力上它也是提供了涡轮动力 提供了182p的最大马力 几乎是同级车里头 可以说性能非常杰出的一款车子 那另外在外观提升的部分呢 除了车尾左侧的Lomo的Bedge之外呢 另外在尾灯方面也改采了 LED光调式的尾灯 那当然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在整个底盘设定的部分 它的后悬吊采用 和ST相同的独立式的悬吊系统 整个衬套也和一般的Focus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是承袭了ST的整个赛道血统 那这一套悬吊系统呢 当然是为了ST更高的性能所调教的 那台湾的Lomo赛道特化版 也是在Focus全球上市的 第二波上市的市场里头 唯一一套特别以限量的方式来供应 台湾市场消费者 也是回应台湾市场消费者的需求 大家如果认为说 独立式的悬吊 大家非常想要的话 这一次福特六特别争取到 来提供台湾消费者 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台车最精华底盘的部分 到底做了哪一些改变呢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吧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吧 Lomo赛道特化版的底盘设定 其实Focus它的底盘设定 原本在国产的同行车 或者是无论国产或进口的 中型房车来说的话 我认为设定都是相当好的一款 首先看到底盘的平整化工程 做得非常彻底 跟一般的欧系车 或者是欧系的高一车 做的基本上程度是一样的 从前端一直到后端 都有做了完整的平整化的措施 它的前轮悬吊采用的是 独立卖花城市设定 那看起来材质和设定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底盘悬吊调校的功力 我想Ford长久以来 是有口接杯的 那根据我们长期使用的心得 我们也觉得这个转向的设定 其实是相当精准的 那特别是现在又多了一分 轻盈的感受 所以开起来平常 或者抄架的时候 都还是很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中段 好底盘中段我们来看整个隔热的措施 做的相当的彻底 而且两侧的平整化工程 当然也做的非常的仔细 所以整个底盘的气流的导引 我认为是相当杰出的 那中段的前面也有一个横向的拉杆 来拉住左右 车体刚性其实是相当好的 那接着我们再往后段来看 那我们再看到这后段的油箱的话 油箱我们来看它是塑缸的防暴油箱 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后轮懸吊 它采用的是独立式的懸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详细的结构 我们看到这一套后轮懸吊设计 其实相当的精巧 它把重心整个都往下压 所以它可以用跟非独立式懸吊 一样的内部空间 设计出独立式的懸吊系统 这一点是相当难得的 从它纵向的支币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从上面的支点往下弯 所以整个懸吊重心是非常低的 一来可以让它的重心更低 行驶更稳定 二来内部空间可以放大 那一样四连杆的懸吊设计呢 纵向的拖翼翼搭配 两根横向的下连杆 跟上面有一根弯刀形的横向连杆 它因为整个懸吊设计的相当粗壮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左右的防晴杆 其实用的粗细可以不必太粗 而以平价的中型房车来说的话 相当精巧的一套设计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底盘 底盘的设定是后轮独立式的懸吊设定 这个底盘懸吊的结构呢 和ST是基本上一样的结构 它是采用一个副车架的形式 来做整个懸吊架构的基础 那这副车架采用四点与车身结合 所以它的结合点是相当不错的 那另外它的面积体积做的相当大 相当的厚实 但是这个懸吊比一般的ST-LINE来讲 整体的车重会重了30公斤 大概就是多了这些东西 那当然在加速上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它提供的是和ST 比较接近的后轴的运动特性跟稳定性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懸吊结构 它懸吊结构采用单边四连杆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横向的连杆两根非常粗 那这一根是主要的结构 它搭配下方还有扰流的塑料 扰流版的设计 所以延续前方的整个平成化工程 弹簧跟筒声是分离的 那在前方还有一根横向的连杆 这根连杆会比较细 因为它不是主要的结构部分 但是它有负担了另外一部分 结构的部分 后轮独立悬吊其实是Focus 从一代在1998年上市以来 立下同期车操控标杆 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 它这SLA的后轮独立悬吊系统 其实在20多年来是很有口皆碑的 那经过四代的演化 那这一套其实原本是给ST用的 那当然有一些市场有特殊需求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市场 形式上是独立式的 才认为说在市场上有竞争力 所以他们获得了独家就是有这样的设定 那这一次在福德六很积极的争取之下 我们的ST-LINE也获得了这个LOMO限量的版本 采用这个独立式的设计 那当然这样的悬吊超风特性就会和非独立拖曳臂式的有一些形式上 物理上不一样的一些特性 好那我们再看到整个轴秤 它的轴秤我们看几乎都是实性的设计 所以应该可以让整个操控性变得会比较直接一些 那后面的排气管的话是采用尾销是横置的 那是单出双排的设计 和一般的ST-LINE是一样的 LOMO 赛道特化版呢 其实它的底盘悬吊设定 和ST是比较接近的 但它的转向结构和ST是不太一样的 ST的话左右10点是只有两圈 那LOMO 赛道特化版的话 是和一般的ST-LINE是一样的 方向盘的设定 辅助的力道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亲手的 在后轮悬吊它改成独立之后呢 我认为和原本的ST-LINE的操作的特性变得比较不一样 而因为本来两个悬吊结构它的物理特性 在激烈操架过弯的时候 本来它展现的特性就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点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曾经去上海试驾过 类似我们LOMO 赛道特化版的 后轮独立悬吊版本的ST-LINE车型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为各位说明过了 一般的行驶路况 我认为 ST-LINE跟LOMO 赛道特化版的话 表现是大概不分宣纸的 大概无论是震动或者是舒适性和操控性 我认为是伯仲之间不会差异太大 那详细的差异在哪里呢 最大的差异可能要在比较极限的操控之下 比如说在赛道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两个操控的特性不一样 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原本的ST-LINE 它的后轮非独立悬吊 因为在机械吵架的时候 它的这个靠外圈 外圈的轮 它的贴地性可能会稍微上市一些 所以它会变成车尾有一些滑移 LOMO 赛道特化版的话 它这个独立悬吊会变成很贴 你的两侧轮胎都是紧贴在地面上 所以它的抓地力 会来得比非独立的来得好 所以这时候呈现的特性会是 车尾相当的稳定 基本上要做出横移的动作是比较困难的 相较于非独立的悬吊来说的话 那当然这有优点 优点是什么 优点是车尾很安定 会给人很大的信心跟安全感 这相信对于大多数的驾驶人来讲的话 这一点会是好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操控乐趣的人的话 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像车尾如果有一些动态滑动的话 在山路上会感觉 操控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得心应手 那就这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出发点 这也呈现了两个不一样的驾驶乐趣 那当然和ST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开过 所以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比较 但是我认为如果以同级车的标准来看 原本的ST-Line的选择 我认为已经是同级车的最高标准 在操控上面 Loma赛道特化版 和原本的ST-Line 它们操控上有高下吗 我认为是非常接近 根本我觉得是特性上的不同 并不能说是操控性上谁优谁列 那如果论车尾的安定性上来讲的话 当然独立式的会来的比较安定 如果像我偶尔会跑跑山路的话 我认为原本的ST-Line 像我那一台的话 我也认为非常不错 因为车尾的动态 我感觉开起来比较喜欢 那当然两个不一样的悬吊设定 造成车重上的差距也会差距30公斤 那30公斤对于一部车来讲的话 当然在加速上面 或者是在油耗上面 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差距 那基本上我认为 如果说你向往的是ST 这样子的操控特质的话 那Loma赛道特化版 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 因为价差大概差不多3万块左右 那这个价钱的话 你如果要去外面改装的话 那肯定是没办法改装的咯 那当然如果一般的消费者 你只是追求比较有运动感 甚至你平常只是代步用途 那其实原来的ST-Line 就已经非常够用了 那当然如果说 对性能还有再进一步的追求 那当然ST是最好的选择了 到每个月 今天試駕完FOCUS ST-LINE LOMO賽道特化版之後 我認為這台車它92.8萬的定價 雖然和原本的ST-LINE有一些差距 但是這一些增加的東西 大概市值差不多10萬塊左右 以這個售價來講算是相當划算 如果你也對於這個承襲ST 賽道基因的種種的表現 非常有興趣的話 其實這個售價我認為是相當超值的售價 當然兩個版本我認為是不一樣的選擇 如果你是平常帶步用途 甚至有一點小熱血的話 原來的ST-LINE其實也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原本的定價89.8萬 就算已經非常超值了 跟同級車相較的話 如果你對於ST種種的指標 覺得更應該滿足自己這樣的指標的話 比如說底盤的結構 或者是像這個外觀 比如說要有LED尾燈等等的話 LOMO賽道特化版 以一點點的價差 就可以獲得跟ST更相近的一些 配備和機械結構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超值的選擇 對於消費者來說 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我們也很鼓勵其他的品格或廠商 可以多多這樣做 好那這一次 Focus ST-LINE LOMO賽道特化版試駕完之後 我認為它的確又再度樹立了同級車的一個標杆 無論是在操控性或者是性能 乃至於配備的豐富度 空間 車身剛性安全性等等各項的表現 我認為都是同級車裡面的一個指標車款 好那這一次的試駕也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部試駕明天見囉 掰掰 其實我認為Focus ST-LINE算是很超值的車 我們那時候買不到90萬 可以買這樣的車 有Copel 360接近Level 2的自駕的水準 配備很集權 像BNO的影響也有 那整個車開起來我認為世代非常的新 就即便和現在所有的同一車相比 Focus我認為都是這個價格帶裡頭 世代最新的一款車 無論它的動力或者是變速系統 甚至車身製造技術 所展現的車身剛性 還有配備 我認為都是同行車裡面 世代最新的一台車 而不是在那裡 然後就是要把電腦和電腦 就這樣一切 記憶體 可以讓你提供的 然後把電腦尖稱 無論一路 任何計畫